押了很久的余生请多指教,终于在3月15日上线了,直观感受顾卫的PTSD,肖战饰演的顾卫之前给自己的老师做手术,然后出现了意外,之后,顾卫有了很大的心理阴影,之后,顾卫提交转科申请,试图离开自己最爱的手术室。 但是,领导并不打算审批他的申请,而顾卫又一星系病人,所以,当病房发生紧急事件时,顾卫还是上了手术台,手术台上,他是冷静卓越的主导医生,完全控制全场,他眼圈通红,面容破碎,身子和手不住打仗,尤其是不受控制的手,让人很直观地感受到了顾卫的PTSD。 讲真,肖战很适合这种自带脆弱的破碎感,当年,谁还不是陷在魏无限的脆弱里呢? 遥想当年,坠入魔道的线线,让多少人心疼到哭不过来,而线如今,破碎的顾卫又让人找回了当年的感觉。 要说演技派里长得最帅的顶流,肖战一定是有些名次在身上的,这部剧能爆火吗? 鹅场对这部剧一压再压,就是因为对这部剧寄予了厚望,也是,男主是帅到让无数姑娘,小媳妇,阿姨舔平的顶流肖战,女主饰演傻傻伙的杨子,想来谁都会认为,这部剧会大火。 2021年,你是我的荣耀这部甜剧可谓是甜到很多人的心坛里,把很多老阿姨的心多化了,这部剧能够大火,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迪丽热巴跟洋洋真的太有CP感了, 而且里边有很多,都是给成年人看的爱情,太直接了,目测,2022年的这部《余生请多指教》,肖战跟洋子的CP也好甜,据知情人士说,这部剧里有十五场吻戏,嗯,听到这个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后边的剧情了,结语,很多人感叹,肖战真的是天才型演员,非班科出身,可是,却能演到那么好,而且本人又相当上进,肖战跟洋子能擦出怎样的火花, 让我们接着追剧看后边的剧情吧